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 转发 打赏赏 不要随便刷一刷 里里外外的刷干净 好 小梅子 还不快点来刷牙 天哪 这是什么声音 我的老天爷 这是什么回事啊 妈妈 那个 这是什么 这不是水果酒吗 你在花什么呆啊 还不快点去拿拖把过来 老公你也不要站在那里 快过来帮忙 知道了 真是被他气死了 可恶 这瓶酒要价可不便宜 爸爸 等一下妈妈 这不是我的错 我拿拖把的时候 他自己掉下来的 你要胡思长脚了吗 还会自己掉下来 妈妈 我真的只是想把拖把 拿出来而已啦 妹妹姐姐 小妹子姐姐在背后上 怎么办 没事的 小妹子姐姐的背很强壮 反正她挨打也不是一两次了 哇好香哦 先收起来以后再拿出来吃 妹妹 你给我吃一个吧 不可以啦 我都还没有尝过味道啊 那就让我开开也好 我开一眼就还给你 真的只能开一眼 装碗给我 哇 好漂亮哦 可以拿出来看吧 我帮你放回去 我的拉米超大米 你听过吗 小妹子姐姐的魔法之兽 魔法之兽 对 魔法之兽 就像失了魔法的米达斯之兽 只要是被你碰过的东西 就会被打破 或者是弄坏 妈妈 妹妹 你才刚碎片啦 天啊 妹妹 小妹子 你待在里面好好反省 不要 妈妈 我不能在房间里反省吗 这里太冷了啦 这个丫头到现在还不知道自己的错误 好了妈妈 我的脚没有很痛 而且我跟姐姐约好了要玩上披荆游戏 在这个节骨夜 你还是想到要跟你姐姐玩吗 妈妈 姐姐 姐姐 我拿吐司娃娃来了 天气很冷 抱着这个去乱吧 被妈妈发现之前 快点离开这里 没关系啦 妈妈去菜市场了 崔美美 妈妈刚刚有没有警告过你啦 妈妈 娃娃我会转交给你姐姐 你不准靠近这里一步 妈妈 姐姐不在真的好无聊哦 姐姐 我们买这个一起带吧 可是 这不是好朋友一起带的吗 有什么关系 姐妹的感情也是友情啊 哇 好漂亮的戒指哦 哇 下雪了 姐姐 外面下雪了 我们一起去追雪人吧 被妈妈 被妈妈发现就钱 快点走吧 妈妈现在不在家了 她跟妈妈外出了 很晚才会回来 那好吧 Go 小锅巴 你也过来帮忙 快点 我来帮忙 我来帮忙 姐姐 我们要开始做雪人的头部了 不行 这样还不够 你要做哪一种雪人啊 我要做多多雪人 要做出多多肚子上的肥肉 就算用掉全部的雪也不够 哈哈哈 我要把我想做的雪人全部都做出来 哈哈哈 好棒 姐姐 这简直是艺术品啊 接下来要做谁好呢 哇 哇 可不可以也帮我做个雪人 我也好想要一个长得像我的雪人呢 当然可以哦 啊哈 对了 妹妹 你想不想当一次真正的雪人呢 嗯 什么 真正的雪人 妈妈 怎么了 你怎么一个人在家 姐姐呢 妹妹姐姐跟小梅子姐姐出去玩了 什么 这两个丫头 小梅子 妹妹 别管了 就让他们玩吧 嗯 corrupted 咯 阿 妈妈 爸爸 你 啊 哎呦 啊 美美啊 这是怎么回事啊 妈妈 啊 因为美美說 想当真正的雪人 我就帮她做了 爸爸 我很像真的雪人吧 可是 这样为什么没有拒绝了 而且好像认来认了 老公 我不愧你把美美挖出来 老公 这么快才好啊 雪已经结冰了 根本就挖不动吧 你 医生 这里就救我的孩子在这里 这到底是什么东西啊 小梅子 我 我没想到会这么冷 肉片怎么会不冷 你是笨蛋吗 好了 老婆 算了 全部都是我的错 都是我造成的 我 真的 我真的是个坏姐姐 小梅子 呀 我不会再忍耐了 我要离开这里 没错 从现在开始 这个残酷的世界 肉公里打死了只手的少女不存在了 真是痛快啊 暴风雪啊 继续吹吧 真的不需要任何规则 我终于自由了 再大的暴风雪也打不倒我 我看看 幸好已经退烧了 对了 妈妈 姐姐呢 唉 你姐姐一大早就不见人影了 姐姐 你在哪里 姐姐 呃 等我 唉 你们三个 有没有看到小梅子姐姐 小梅子姐姐吗 对了 我看到她一个人 往后山的方向走过去 什么 后山 小梅子姐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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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姐 不要跑 姐姐 姐姐你在这个地方做什么 你的感冒也已经好了 来这里做什么 快点回去吧 这个城堡是什么 这里是我打造的小窝 我决定以后在这里过日子 什么 开不下话了 哪里不下话了 好了 你不要烦我 快点走 姐姐 不要追啊 快点跟我一起回家吧 不要 我绝对不回去 虽然有点寂寞 但是这里才是适合我的地方 对了 姐姐 这是我想跟姐姐一起带财买的 这 这是什么 姐姐除了是我的姐姐也是我最好的朋友 所以快点跟我一起回去吧 别说了 拜托你快点回去 你还不知道吗 我这个姐姐每一次都让你受伤 你跟我在一起没有好处 以后 不要再找我了 不要再找我了 姐姐 做得很好 小梅子 你不可以动摇 你不可以动摇 姐姐 我不会一个人走 我要跟姐姐一起回去 你马上离开我的冰屋 姐姐 我会受伤并不是姐姐的错啊 是因为姐姐有魔法之手啊 魔法之手 你病好了再跟你算账 好好吃啊 谁叫你要一起跟着吃那种地方 哎呀 我的命好苦哦 妈妈 再给我一个 不要再吃啦 不要再吃啦 姐姐 我们出去 一起追选人好不好 OK 走吧 正式地进入梅雨季节了 随着封面毕竟 雨孤最多降下一百毫米的雨量 今天要外出的人们 请不要忘了这样一句 以上就是欢迎便宜商店 提供的三分钟气象预报 我出门了 我要去上学了 等等我 我要去幼稚园了 路上要小心哦 这个臭丫头真是的 小梅子你不用上学吗 忍一下啦 我要的把湿地瓜还没有上桌 老板麦芽糖要多放一点 总之我们国家的每一个人都是急性子 我只是想在梦中吃我想吃的东西 可是却连几分钟都不愿意的 你管好你自己就好 我说错话了吗 妈妈每次都只会针对我 你把迟到的毛病改掉再说 外面在下雨吗 现在才知道啊 真是的 棉被要晒太阳才会干 小梅子 过来帮我拉一下啦 我就知道会这样 你又怎么拉 爸爸跟弟弟妹妹 把好的雨伞都拿走了啦 这要怎么用啊 还以为什么事咧 所以谁叫你不早点起床 让我看看 天哪 这是 没关系啦 没有手把它顶住 像这样子就不会淋到雨了 对吧 拿这种雨伞出门很丢脸耶 还宁愿淋雨去学校呢 小梅子啊 算了 反正雨又下得不大 先把童话吹干再走 这样你会感冒的啦 要迟到了啦 铁公鸡小气管 常常要用到的雨伞 就不能买好一点的吗 不过幸好雨下得不是很大 老板娘 哎呀怎么不小心一点 谁叫你偏偏站在那里 请给我洗衣肺 什么洗衣肺啊 走着球吧 只是普通的雨伞而已 跟我的也一样啊 达达 你再烧你家睡吧 好好好 等一下哦 一哟 哇 这就让人陷入了 还有走进室内的时候 只要按这个键 就能顺色地收起来哦 哇 看到了吗 这就来了 恩兴 可以让我按按看吗 我也要 我也要 好啊 没问题 那你们先排好队 一个一个来吧 搞什么啊 我们班怎么会有 卖雨伞的人 小梅子 1970年代开始的新生活运动 以勤奋自强合作为基本的精神 为了改善环境和提高所得所提出的 哦 教室地板怎么会有一滩水啊 哦 哦 李恩兮 雨伞怎么带进教室里呢 要放在教室后面的桶子里 您问我为了老师 我的雨伞是双重防水的特殊材质 所以绝对不会有雨水滴下来 老师您看 是啊 老师 这一点我可以帮他作证哦 恩兴的雨伞绝对不可能滴水的 谢谢你 多多 还有 如果是平常时候 我一定会放在桶子里面 今天总觉得 如果这么做 我的雨伞很可能会不见 呃 什么 雨伞会不见 你的意思是有人会偷你的雨伞吗 这个吗 虽然我也很不希望这种事发生 可是如果是因为没有雨伞 淋了一身湿的人 这就很大的可能会做出这种极端的行为 小梅子 我知道你绝对不是为做出对种湿的人 小梅子 你今天没有带雨伞来吗 唉 趁感冒之前快点去保健室把身体擦干吧 没关系老师 学生当然要上课了 趁老师改变心意之前快点去吧 是 我的妈 对不起 因为我的袜子没有防水功能 不管怎么挤还是有这么多水 是啊恩兴 这一点我可以帮她作证哦 谢谢你多多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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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uddy 啊 今天赚到了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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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早知道就听妈妈的话 带那把破雨伞来了 雨伸 敬礼 谢谢老师 外面雨下得还是很大 大家回家的时候 务必要小心哦 是 雨下好大 小梅子 我们一起撑一把伞吧 不用了 你先回去吧 我可以等雨停了之后再回去 可是小梅子 现在雨还下得那么大 要等到什么时候 你不要固执了 还是跟我一起撑伞回去 这么小要怎么一起用 这样吗 你也不用再坚持了 快点回去吧 我觉得没有关系啦 对不起小梅子 下次我一定会代替两个人一起用的大雨伞的 难不成要我一辈子都不要带雨伞吗 是下雨的关系吗 还上不出来 什么 什么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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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救命呀 小梅士 妈妈 怎么现在才出来啦 你知道妈妈在外面等你多久了吗 来 不要淋湿了 快点走吧 不要 我要紧紧黏着妈妈 你说孩子怎么会突然做出平时不会做的事啊 这么大的还撒娇 小梅子啊 下次去市场妈妈会买漂亮的雨伞给你 真的吗 可是像今天这种下雨天 妈妈来学校背着我回去也很不错呀 什么啊 对了 妈妈 你先等一下哦 老板娘 这个借我一下 用来当作给我的洗衣费 什么 你说当作洗衣费这是什么意思啊 你不用多问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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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重耶 你抱紧一点啦 你抱紧一点啦 好好吃哦 老婆 今天的报纸在哪里 桌上没有报纸吗 桌上没有报纸吗 我不知道那是今天的报纸 爸爸对不起 不是因为你的关系太叹气了 为了减少洗碗的次数 以后脸皮一起吃 最近的水汇也涨了很多 你既然这样 那我就十天洗一次头 短时间之内也不能去澡堂 至少要三天洗一次才行 为什么不能去澡堂 因为石油危机 你爸爸会有好几个月没薪水 所以我们要节俭过日子 我回来了 回来了 回来了 妈妈 这些是什么 因为伤活会不够用 所以做手工贴不我的眼睛 手工 快进去吃换吧 这些全部都要在明天之前做完 小心 明天早上再说就可以了吧 如果爸爸一直没有薪水怎么办 我跟弟弟妹妹又吃那么多饭 如果要把弟弟送给有钱人家养怎么办 哇 哇 我的钱币 妈妈 我们不能分开睡吗 这好急哦 一起睡可以节省燃料不是很好吗 快点睡吧 小梅子姐姐 之前天花板都会有老鼠的声音 最近安静多了 对吧 老鼠也要有吃的才能活 我们家怎么会这么穷啊 老婆 把门关起来 那些布偶害我睡不着 客厅都装满了 门关不起来 明天就会来拿了的耐下 我要抱着布偶睡 我要抱着布偶睡 什么 好好啊 眼睛全部都贴反了 那不 酬老 大神 明天之前 全部重新贴好 妈妈 今天是找家长会费的最后一天 已经到了最后一天哪 我都忘了 你就跟老师说下个礼拜再教吧 好 你不去上学在做什么 我要去了 小梅子又没有带该带的东西嘛 到后面去举手罚寨 是 再见咯 快点快点 快点快点 好 再见 小梅子 拜拜 你有什么心事吗 怎么愁眉苦脸的 如果需要我的帮忙 不用客气 尽管跟我开口哦 我走了 小梅子 我要去文具店 要不要一起去 不行耶 我要去帮我妈妈刨腿 我们明天见吧 买文具的钱要的话应该会给 要开口吗 小朋友 好 哥哥们其实不是坏人 我 我真的没有钱 哥哥们的家里最近有点困难呢 看样子用说的听不懂是吧 趁我客气把你身上的钱全部拿出来 我 我真的没有钱了 小梅子快点去报警 他们不是说很困难吗 帮帮忙吧 两位哥哥们肚子一定很饿吧 来吧 两个人分着吃吧 快跑啦 小梅子 你不饿吗 你不要管我继续走你的路 走路的时候要看前面 你没有受伤吧 想赚点零用钱还是打工最好 一点都没错啊 什么打工 这里是做什么的 社区的奶奶们好像在里面腌泡菜 那种工作一点都难不倒我 奶奶 奶奶 可不可以让我在这里打工呢 小梅子 你说什么 你说你想打工啊 因为我帮买准备物品的钱了 去买零食吃了 就算是一天也好 可不可以让我工作呢 你到底在做什么 这个没有你想的那么简单 一个人就算了 至少要两个人 是吗 就啦 那我跟他一起坐 小朋友 去仓库把萝卜搬过来 是 那你就慢慢搬吧 我先回家去了 不想被我修理就快跟我来 小梅子 这个不是普通的辛苦 会好体力 不要说话 终于全部完成了 小朋友 快给我来捣摔 小朋友 明天一大早 我会来收钱的 好 辛苦你们了 辛苦你们了 明天学校见了 明天见 今天真的好累 不管怎么样 买东西的钱至少不用担心了 你好 你好吗 对各位真的很抱歉 听说酬劳明天才会下来 为了表达歉意 我拿了红身影过来 请带回家喝吧 哎呀 我拿着麻烦客气啊 客气啊 小梅子 又再一次让老师失望了 今天也到后面去罚站 待会儿到办公室来 小梅子又买零食吃了吗 这是什么 什么红身影啊 哈哈哈 拿来 因为最近罚站太累了 才要喝这个吗 还是拿来给老师拍马屁用爹啊 哈哈哈 我今天 没有心情跟你斗嘴 别再惹我了 走你的路吧 真是怪了 今天怎么这么没有斗志啊 让我来尝尝红身的味道吧 小梅子 你到底在做什么啊 妈妈 你有打架的对吧 不是不是 是她自己不小心跌倒的了 你这个丫头 动不动就打架 现在居然还学会说谎 真的不是了 妈妈 臭丫头 花钱送你去学校读书 结果只学会打架 妈妈根本什么都不知道 那么舍不得花钱 我不下学可以了吧 你要去哪里 喂 哦 承讯哥哥 姐姐被妈妈手里之后很晚才回来 姐姐生病了 真是了不起 谁叫你整天在外面乱跑咧 妈妈 我口好渴 要喝水吗 不要 不要水 我想吃苹果 这么晚了去哪里买苹果 外面有声音啊 卖苹果大叔的声音 啊 来买苹果 快来买好吃的蜜苹果 哎呦 M中比赛的人耳朵倒是听得很清楚啊 啊 苹果 小梅子 快点起来吃点这个 苹果 拿起 那么多红森饮喝这个就好 你就想象红森有苹果的味道 我真的好想好想吃苹果 只要吃一个我的屏幕就会马上好了 哎呦 这个孩子怎么会为了吃闹情绪 有人在吗 啊 这么晚了是谁啊 什么 这么晚才拿来真的很抱歉 小梅子真的做了很多工作 哎呦 这个臭丫头 还以为那么多的红森从哪来的咧 小小年纪就让他为钱还好 剩下的随便卖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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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吃吗 啊 真的超级好吃 因为是挑省的所以都是撞坏的苹果 抱歉买这么丑的给你吃 没关系 我觉得很好吃啊 以后你嫁给家里有果园的人就能吃个够了 不要 我要赚很多钱 然后再把整个果园卖下来 哎呦 不愧是我的女儿 老婆 哪来的红森影啊 你喝吧 是我们的女儿第一次自己赚来的 多吃一点哦 好 真好吃 你算是比较走的 好 好 适合 咱俩 描远 好 好 好 雨 让你